新浦江這裏 有間清湯藍成交3290萬 超級長城業主 駕駛59年升值了3401倍 大看這部份 現在是星期一 我們旗艦成會雙浦增值基金 自2019年8月推出 至今已經買入62間街店 買出22間 攝資14.2億 開放式玫瑰雜資 聯絡我們吧 資金 我看這間蘇寄清湯藍 說的是202年7月11日星期一 下午1點52分 蘇寄清湯藍在這裏是很大間的 整理上你看到的图籍、资料都可以看到 门阔接近15呎,深大概是50呎 让你先看看附近环境 这里就是这一辈的旧楼,大概是八层高 这里全部在新浦江的时候 都是有工业、商业、住宅的对面 这个就是Kiki 然后再出到那边的时候 那个崇宁街、比较文珍居、新浦江的深都很厚 今次讲就是这一间的高级青山 先拍一张楼上 大概看到 这里读些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新浦江,这个是景福街 35至49号,地下的6号,即41号铺 先讲三大优势和三大注意的事项 苏记这个位置的时候,三大优势 一对正就是Kiki 人流有保证,你看到这里的午餐也很多 但是前面呢,这里有个双黄线,停不了车 那边就稍微停不了车 但是变了这里开阳一点 以前铺形四正,基本上里面没有柱 附织你看到挺漂亮的 三大优势这个没有泡卖 那望上去楼高的时候,大概八层左右 那就是大概有收购潜力 这里看上去,因为基本上十层以下的时候 如果地盘够大,九龙也好,港岛也好 都有很多收购潜力 但是三大,住的事项的时候 三千多万,在这个新浦江 我经常都觉得移入难出 因为你再买一下,转来买四五千万 整间餐厅,那些人可以选择尼敦岛 可以选择旺角,可以选择尖沙水 可以选择港岛区 新浦江给人的感觉好像差一点 始终比九龙城的消费好像感觉弱点 回报是2.48厘,不算高 一天餐厅股街处都说2.4厘,2.5厘 这个租位都比较长 而且这个苏记清湯栏 是刚刚比较新的租客 所以最终稳定,还是怎样做得久不久 就不太肯定了 所以始终逐租的租客当然会值钱 再往这边看,那边方向的时候 向这边去讲 这间店铺子就讲的是 建筑位租大约1.150尺 景福街41号 门阔大约15尺 深的大约50尺 这个苏记清湯栏 到底这些基本资料来听 租金是6.8千元,不包括这个警察馆 去到2024年7月份 注册成交了32.9厘 注册坚的,回报2.48厘 纽宁大约59年 原本业主超级长城 1963年就用9.6千元买入 2.4厘这间店有6.5千元就搞定了 那这里人留下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成交比,去那边看一看 这间店铺子 再为一个成交比较 之前我曾经跟你说过 就是美联物业的时候 2018年 那时大概8月份 跟你拍过电影 景光街65号 曾经成交过3850万 那时是建材 建筑面積提高900尺 建筑面積提高 这间店铺子有个好 就是旁边的空道 而且穿过来的时候 就对面有个斑马线 那我就既然被人经过来的时候 那这间店铺子就漂亮了 这间店铺子 成交的日期就是100年的11月份 所以这间就成交了2,400万 那间美联 之前是曾经成交过3850万 再回到这间店铺子 这间店铺子就成交了3,290万 回到苏基这里的时候 成交了3,290万 感觉明显地这间人流 比那边少一点 比那边少一点 因为那边斑马线位 又穿过通道 而且那边又可以停车 这里就双黄线了 所以感觉这间店铺子 为何便宜一点 不是3850万 OK啦 店铺子 ul次正 我感觉如果五分市值 十分就超顺 一分要收一手即是贵 我觉得这个位都差590万 1块5.5分씩 始终最正优美 makuki又好 再次重建潜力又好 但不同的店铺子�一样 便挨香港,目标不讯 对色特别人 各位大家 各位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